K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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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他原本的好寒妞喔 對 就是寒妞的那種風格 而且看起來五官也還蠻清秀的 就是孩子啊 他超年輕的才19歲 他有點嬰兒肥耶 那他現在的樣子呢 因為我剛有看到一張陷阱妹 有 銀眼都戴極光輝 這是下半身失蹤的那種陷阱妹 下半身失蹤 他臉好小喔 可能用美圖袖就有美幅開很大 還是他貼膠帶啊 他待會等一下貼個膠帶進來 那我想要看 大元臉這樣子吧 嗨 嗨 看到第一眼 你看到第一眼覺得怎樣 照片的臉看起來比較大 外表 讓我想一下 小孩子想要裝成熟的大人 我覺得他有貼膠帶 臉真的還蠻小的 他自己真的貼膠帶啊 沒有膠帶啊 這樣太透明了吧 真的沒有 他今天剛剛照片的風格真的是 他就說下半身失蹤的陷阱妹 不要陷阱妹啦 潮潮的女生 潮潮的女生 那妳平常化妝的時候 會不會有無法突破的瓶頸 我覺得眉毛吧 眉毛 眉毛 眉毛法就是說 像歐美那樣子很角度 對 然後妳畫不太多了 對 畫起來好像眼睛跟眉毛 就有點分開的感覺 眼睛跟眉毛分開是等下把眼睛放在家裡嗎 不要妳今天眉毛太高 然後眼睛就 好像比例就怪怪的 所以妳想要讓自己的五官再更深邃 那就讓我們趕快進入今天的改造吧 好 好 妳的皮膚真的很好耶 其實我覺得我有時候好像還是會有蠟黃 就是膚色不均的問題 其實今天在畫他的時候 他的肌膚是真的滿不錯的 所以我會建議他妝前用個試底露 讓他的保持度更高 然後讓他後續的底妝啊 跟他的要上色的色彩都可以更加的貼膚肌膚 那像毛孔比較粗大的地方 你可以用打圈的方式 讓他深入我們的毛孔 讓他吸收度更好 那記得再上這種妝前乳啊 量不用太多 一點點就好了 因為我們今天著重是在眼妝 那在底妝的部分 我會比較建議讓他的底乾淨 才可以去凸顯我們的眼妝的色彩 那我現在會幫妳掀上蜜粉定妝 因為像現在夏天啊 就是會容易脫妝嘛 那我們可以局部定在我們的T字部位的部分 腮紅的部分我是著重在蘋果肌上方 讓他有一點粉嫩的感覺 但是顏色注意比較過重 那如果用刷具刷的話 有什麼比較特別的刷法 歐美妝的話我們會著重在顴骨下方 去做修容 讓他的整個輪廓會比較更深色一點 那打亮的話我們會打亮在顴骨的上方 讓我們的整個五官的立體度可以更加的鮮明 那底妝的話就會非常的透亮 然後上一點修容的話 可以讓你的輪廓更加的明顯 說要讓他們瘋狂 但我就是 柔安他平常畫的眉型大多比較平直一點點 就會讓人家在第一眼的時候 會覺得是比較走韓系妝感的 就是那種平眉 所以其實在他跟歐美的眉型 最大的差別就是歐美會比較挑高 角度會拉得比較大 我會建議歐美的眉型啊 會比較略帶一點角度 所以平常你在畫的時候 都可以讓你的眉峰稍微挑高一點 那如果說你常常 就是不小心畫得太過於平直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稍微把你的眉頭壓低 那自然你在眉尾收的時候 它就可以形成比較漂亮的幅度 因為我們亞洲人沒有像 外國人一樣 眼型這麼的凹陷這麼的深邃 所以其實在上眼皮的重點呢 我就會用帶有一點點金屬光的色澤 先做一個眼窩的暈染 讓他的眼型可以看起來比較深邃一些 那這個藍色的重點 我就會擺在下眼影的一個部分 那特別的技巧就是在下眼瞼的這個位置 靠近睫毛的根部 我會使用帶有一點珠光的藍色眼線液 可以讓你的眼型看起來更加的有精神 而且深邃度也會更好 而且他本身的睫毛條件也非常好 就是睫毛膏再戴上去之後 其實他的深邃度是完全可以呈現出來的 那我們其實搭配一個裸唇 讓他就是跟眼妝做一個協調度 一個平衡美 這一盤的話 因為他是從日本來的 日本人會比較講求是那種 慢慢調 所以他會先從紅色開始上 上完之後的話 你再用比較淺色的裸色部分的話 慢慢的讓他顏色的飽和度降低一點 然後調到你理想中的裸唇的樣子 我們很努力讓他完成他的夢想 霸氣追到分手 那個藍 對 就是那個藍 這小女孩不得了 這個時尚大片的 就完全不會是凡人的 š一天 真的 我高興 什麼我喜歡 我會不會錯過 本位 從頭那裡 不是 好 我喜歡 獨立人 不怕 這一盤 是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